四隻腳的貓咪 哎哎哎不要叮噹啊 長輩們聽著題目快速答題 桃園市政府與伊德國際青商會 配合樂活中央季舉辦 溜達動一動活力迎九九活動 帶領長輩們跟大學生一起闖關同樂 樂活動起來 這個活動的主要的用意就是 讓老人跟年輕人之間 可以透過一些智慧型的手機 達到更多的互動 這個活動是我們伊德青商 辦的第七屆的春陽節活動 主要是透過活動內容滑手機的比賽 然後用智慧型手機 讓老人跟青年之間 還有市政府之間做結合 這是我們分會的特色 也是這個活動的特色 除了團康競賽 還有最受長輩歡迎的滑手機比賽 有很多爺爺奶奶都是連續 好幾年都沒有缺席 他們說活動非常好玩 還可以訓練反應 學習使用手機 那麼這個參加這個滑手機的 這個比賽呢 可以讓我們的老人家 這個思議 那個頭腦 變得比較年輕 所以我們一年參加了三世界 那麼因為我們老人家 一般都是 滑手機是屬於年輕的動作啦 但是我們老人家也學習 學習 一直的學習 所以一直保持了年輕 任文蔡市長表示 一德青商會連續七年舉辦重陽活動 讓長輩們可以跟青年一起遊戲 互動同樂 國內疫情趨緩 各類活動也逐步恢復 也鼓勵大家走出家門共同振興經濟 記者來 唯一的頭腦報導